大家好,我叫刘大胜 没有关注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 但我就不说各位难民好了 因为我不希望各位成为难民 这几天习近平又去中国南方深圳那边进行了考察吧 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一旦到了深圳,一般都称为叫做南巡 中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吧,或者影响最大的 便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 他去广东许多地方,包括深圳 我在中国上历史课的时候 然后历史书上也写了 这就是说小平南巡 然后小平说改革的步子要大一点 应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长 跟小平的这次南巡 有很大的关系,直接的关系吧 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想说呢 有许多人会说感谢小平改革开放了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那中国可能就像朝鲜一样 许多国家 许多国家 但他们失败了 因为西方没有接纳他们 没有认可他们的改革开放 什么意思呢 你把你的国家的大门打开 是你决定开不开 但是发达国家决定 他们来不来 知道,他来不来你这投资 你像俄罗斯 数年阶梯以后 东欧许多国家都已经开放了 他为什么这么落后啊 穷啊 西方资本不去那边投资 就是说因为西方资本不信任 不信任 但是呢 他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政权 因为当一个国际资本家 不管是台商还是日本企业 韩国企业 美国企业 当他向中国大陆进行投资 建设工厂 实际上他用自己的金钱 给了共产党投票 就他已经用自己最实在的东西 去支持了中国共产党 有人已经什么意思了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问你 哪一个国家最具有投资价值 或者哪一个国家 营商环境 发财的机会最好 你不要你不要 我不会听你说 你嘴上讲什么 你嘴上讲的那些东西啊 都不一定是真的 我要看你把钱花了 你是把你的真金白银 花在了美国股市上 还是把你的真金白银 投向了中国大陆去盖场了 实际上呢 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加入之后 国际资本就是大规模进入中国 这些资本 使中国摆脱了 一个叫极度贫穷国家的状态 不要认为是共产党 让中国走向了富裕 或者说走向了一个GDP强大 是这些国际资本 因为没有这些发达国家的人 给你投资建长 你哪来的工作机会啊 你哪里来的外汇啊 美元啊 你想一想 你哪里来的技术啊 包括管理经验 全部是外国企业带进来的 所以外国企业 对于这种落后国家而言 它具有 决定性的因素 只要这些外国企业一旦全部撤出中国 中国一定回到文化大革命 回到那个毛泽东时代 他不想回他也回到了 那这不想回也没有 那毛泽东一九五几年 假如他想说 接纳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 你认为那个时候 西方资本会进入中国投资吗 没有了 没有了这些外国公司 只能自己跟自己玩 只能内循环 那自己跟自己玩 没有办法玩 因为第三世界 如果你不跟发达国家进行交流 你的经济是无法自我成长的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种低端的经济形态 你没有办法自我成长 你必须要跟发达国家进行学习 因为发达国家它占据了一个优势资源 先发的资源 而且发达国家是有一个巨大的市场 美国可以发大量的订单给中国 让中国可以工厂开业 创造了就业机会 同时也让中国人掌握了一些劳动技能 生产精英 如果西方资本不发订单给你 你不就失业了吗 因为共产党不可能给你找一个工作 然后这个工作再给你发高工资了 那不可能 因为钱这个东西 任何一个国家的钱 必须跟美元挂钩 它才能叫做钱 它不是说随便印钱 不是像我们许多人想 这国家就共产党了 共产党随便印钱不就行了吗 一个月五千人民币印 一人一个月一万人民币 再印两万人民币 那不就行了吗 不可能的 你叫他印他都不印 因为 中国的人民币需要跟美元挂钩 如果你印多了 那人民币贬值注定了 注定贬值 或者你那你要想不想贬值 你要控制汇率 那就你就要控制外汇市场 就控制人们进行那个兑换 外币这个行为控制住 你要稳定汇率嘛 就相当于汇率操纵国了 一旦那个汇率市场 自由的放开了 那可能人民币真的就不值钱了 可是这个东西是相当于什么 国家权力去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汇率 强行的稳定住了 它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它很难长久 它很难长久 就相当于把你的这个鼻子啊 捏住 然后让你用嘴呼吸 你呼吸一天还行 你呼吸一年 你试一下 怎么可能没病 是不是 习近平的男群呢 如果说邓小平 他的男群意味着中国走向开放 那习近平 实际上无论习近平怎么想 中国走向封闭 都是注定的 因为西方资本 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 独裁的 同时又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的国家 明白 就西方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独裁的 具有威胁性的 同时又具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 因为这对西方这种文明世界 包括现代的文明世界 是一种威胁 相当于西方帮助了你进行经济成长 结果你拿这个经济成长的果实 去武装了你的军队 反过来威胁了美国 包括日本这些发辣国家的国家利益 那你说 他们能继续跟你玩吗 只要这些国家 他不跟你玩 这是这种趋势 我认为这个趋势可能会持续10年 10年 那它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而且它不能立刻突变 突变的话 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 你就不说别的吧 台湾这么多台商在中国的 如果中国突然之间共产党倒台了 内战了 那可能内战 真的 乱了套了 可能乱套了 可能发生军事跟政变了 那你说这么多台商在中国大陆 他拥有这么多的固定资产 他怎么转移啊 他来得起吗 他命可能都保不住了 是不是 所以他需要一种稳定的状态 需要中国稳定 有时间让这些外资 平静的离开中国市场 但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我认为起码要10年啊 不是说一两年就能怎么明白了 就 因为毕竟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体量的国家 你要知道 你测出这个中国市场它的一些生产能力 比如工厂测出来 你必然要去另外一个国家再去生产 因为整个全球美国它的市场的货品需求量 商品的需求量 它是存在的 你总得生产 你从中国测出工厂 就意味着要到别的国家 得盖工厂 要10年 起码要10年 那10年以后相当于 他不是说中国要走向封闭 而是中国你不得不走向封闭 因为你是个威胁 你是个独裁的国家 所以我想我说呢 中国走向一个民主的国家 走向一个法治的国家 是对于他周围的国家而言呢 威胁大大降低的 包括国际社会啊 这是个好事 所以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啊 它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 它不是中国的事情 你就像苏联 自由和民主 难道就是苏联人的事情吗 它影响的可是整个世界啊 中国这个国家 如果走向了一个自由法治 因为自由民主本身这种制度 在今天看来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制度 难度不大 今天不是三百年前 今天是二零二零年 非洲那些国家都搞投票了 非洲那帮土著 天天就 连个罗斯宾都生产不了 那些国家 什么苏丹 都开始投票公投了 就你不要认为民主制度 是一个多么 就高深莫测 多么高端 非洲那帮人都可以搞民主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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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